連署書一箱一箱堆起來如小山丘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把將它們全部推倒 北市府創全國之先 啟用公民投票提案及連署電子系統 要跟傳統紙本連署書說再見 第一 電腦平板手機都可以使用 第二 它不需要在什麼實體的證件或卡片 有台北東就可以 如果沒有台北東 使用電子簽名方式也可以 第三 每個提案 讓我們可以設一個專屬的連結網址 這不會搞混 公投法在2018年大幅修正 提案 連署通過門檻同步降低 台北市公投自治條例 也在2019年降低提案及連署門檻 分別是最近一次市長選舉人數的0.1% 和2.5% 但還是要有2615人提案 54105人連署 過去紙本連署相當麻煩 全部一化相對容易許多 要找5萬人來連署 如果用紙本作為的話 多麻煩 第一 你要印製紙張 第二 你要找到讓大家簽署的點 第三 每個要連署的點 他要派專人站來搜紙 搜完回來還要再整理 所以這相當麻煩 可是如果用我們的系統的話 用電子化行程要多容易 除了可以用台北通進行身份認證 電子簽名的方式也可以 兩者都不需要讀卡機或實體卡片 北市府依照地方自治法 提供更多元方便的方式 讓人民落實表達意見 記者游詳婷 台北採訪報導 目前為止